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 天啊 妳怎麼會有這張照片呢 這些都是黃老師那個時候 跟寇乃馨小姐一起在上節目 可能這時候還是早期的 所以中間還安插了一個 武宗憲先生 不是 這張照片 我覺得突然變成聚焦360 變成狗仔到最近 我覺得那張照片是 我們去參加朋友的一個婚禮 然後乃馨也有去 我有去 OK 然後就找到憲哥就一起拍照 那因為現在乃馨也是 我的活動經紀人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 往來比較密切一點 可是我很好奇 我訪問乃馨的時候她說 她自己沒有經紀人 她的經紀人就是上帝 但是她當黃老師的經紀人 這個意義非凡 這個很有意思 其實我本來也沒有經紀人 我經紀人也是上帝 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上帝成為經紀人 要帶一個人 那個人要很自律 因為上帝 他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他幫你安排所有的事情 可是這個人要去做 那乃馨做得很好 因為他非常自律 然後他非常謹慎 他具細靡意的人 那我是一個很爽的人 所以上帝基本上 他是我經紀人 但是他看不到 他所以還是需要一個 可以看到的人 來整理一些事情 老師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那艘寇乃馨來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講了一些非常非常感人的話 他說 多感人 他不在乎 他喜歡那個人的外表 不在乎他擁有多少 他就是要能夠跟這個人 可以溝通 我們先一起來看這段訪問 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我這樣說好不好 我… 我曾經跟老師這樣講過 他感動得快要飆眼淚 我今天還是這樣說 有一天老師問我說 我對他的看法 我就跟他講 我說黃老師 我說我坦白說 不管我是不是你朋友 我都會這樣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在 人生在巔峰的時候 可以謙卑的人 但是當他在人生的時候 他生了谷底的時候 卻不會喪志的人 我認為一個男人 如果能夠做到這兩點 其實他有很多其他的缺點 算是了不起 有沒有很感動啊 黃老師 我覺得這一句話真的是 有一點過癒了 我不敢當 但是我很感謝他這樣講 所以你們兩個會考慮到 婚姻這一條路嗎 我現在在進入的是一段 比較感性的訪問了 會考慮到婚姻這兩點 我覺得未來是 沒有人可以說得準 我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乃欣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一個女孩子 因為她聰明漂亮 有智慧 可是又很能幹 可是重要的是她的心腸 非常的好 你們互相都說 對方是善良的人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乃欣不一定是 傳統的檢視下的婦女的樣子 例如說她會很多 三重四德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乃欣是一個 如果有一個男人 很有幸運的話 跟她在一起 她是一個可以幫另一半 成大功立大業的女人 她有這樣的格局 我覺得她的格局很寬 你很珍惜 我很欣賞 老師你自己也是 非常資深的主持人了 所以你知道說 當我們在主持 問到那個 一個比較熱的話題的時候 坐在你對面的那個來賓 總是讓你覺得KK的 怎麼你不知道下面要問什麼 那時候你就知道那個來賓 開始在打轉了 你現在就是這樣 不是 我會感覺說 你們的椅子 怎麼會有針出現呢 如坐針針 不會啦 我覺得你的問題 很多媒體也問過我們 問過我 問過她 我覺得現在的階段 我應該是說 我曾經了非常多年 那也 我也經歷一次 失敗婚姻嘛 那我覺得 我要先調整好我自己 你知道人是這樣 人是很容易進入循環的 如果你不改變 其實你以為有一天 你找到另外一段 其實會不一樣 可是三次問題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所以這也是我要去教會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除非你可以 真的可以帶給別人幸福 否則你不要輕易給別人承諾 因為感情 以前的年輕的感情是很衝動 看到就愛了嘛 可是在我這個年紀 我覺得這一切要慢慢來 而且我覺得要成熟比較好 寇乃欣是你跟神禱告來的嗎 這個東西牽涉到神學的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 乃欣是非常好的一個女生 追她的人也很多 其實就算我說今天我要追求她 我也未必能夠雀屏中選 您客氣了 真的… 您客氣了 其實就是在ING 我覺得你 真的是一個 很抓得住重點的主持人 絕對不會讓我繞到別的地方去就對了 當然 不過我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我最可能最不能適應的事情就是 成為公眾人物 但我還是希望保有私領域的隱私這樣 那我覺得 人生還有很多很有意義的事情要去做 我希望紅的時候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我前一陣子接到一個電話 所以有個癌症末期的小朋友生下幾天 然後她想見我 然後我就禱告了一下 我有感動我就去了 當天我就去了 應該是隔天吧 去到以後 她媽媽原來是我小學的同學 同班人 這麼巧 對 她也不知道是我 然後那個小朋友剩下幾天 然後她很沮喪 難免嘛 那我那一天跟她一起禱告 我也唱歌給她聽 我唱了我自己的歌給她聽 然後我們她也哭了 然後我也很感動 隔天我又再去陪她 然後我們帶著他們全家一起禱告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可以給她一些平安跟鼓勵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很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人紅了 可以去幫助一些人 那才有價值 我們最後我們這個榮幸 聽聽老師的歌聲呢 送給我們兩句歌聲吧 好 我寫過一首歌 最近還沒發表 但是我在一些地方唱過 叫奮力一搏 那我用最後一段歌詞送給每一個人 好不好 好啊 因為每一個人的故事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路 我想我一開始這奇妙的旅程 所經過的風景都有一些美麗 這世界從來沒有像同兩個人 路要自己走 未來在你手中 未來在你手中 是 這就是黃國倫老師帶給我們的歌聲 剛好也給大家一個鼓勵 未來在我們手中 黃老師今天謝謝你 來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謝謝老師 很開心 謝謝你 明天繼續鎖定 聚焦360度 你好 好